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律師馬在琴馬律師 曾大哥 大家好 好 另外是退休的刑警 高仁和高刑警 洪毅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社會記者徐勝倫 大家好 大家好 以及法醫 是中山副社醫院法醫科的主任 高大臣高醫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精神科醫師王鳳剛王醫師 主任好 大家好 非常歡迎五位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一個 在台灣發生了非常不幸 而早變成國際事件的 馬國馬來西亞留學生 混沌台灣的事件 那麼台南這所大學 24歲的馬來西亞籍的 中性女大學生 因此客家人 那在10月28號的晚上 要回到宿舍的時候 發生了不幸的意外 他被良性兇嫌 擄走並且性侵而且殺害 那犯案的這個良性男子啊 被起底 他有六次偷竊女生內褲的前科 而且在一個月前就曾經犯案 但是呢還是逍遙法外 消息曝光以後 震驚整個國際 那台灣的治安也受到質疑 說起來這個案件 對台灣相愛很大 台灣其實治安是一個 不錯的地方 那整個案情啊 先請這個勝倫兄 可不可以先幫大家 簡單介紹過 OK 這些案件發生在 10月28號的晚上9點多 這個中性女大生 從學校要回到宿舍的途中 被這個良性兇嫌 從背後以童軍神熱警 然後帶強大上車 然後性侵 然後進而將他勒畢 那其實中女在這個學校 要當天晚上要準備離開的時候 其實有男同學跟他說 那就是 那不然我載你好了 因為他們都知道那個便道 晚上是路燈非常的昏暗 幾乎是不亮的 那擔心女同學的這個安危 那女同學呢 因為想說這個她天天走 所以她就婉拒了她的好意 那變就是自己走回家 那沒想到這個短短30分鐘的路程 室友竟然見她一個晚上都沒有回到家 所以就向這個轄區警方報案 那29號呢 10月29號呢 警方調校監視器發現一輛可疑的汽車 在這條便道上出沒 然後也在便道上找到這個中性女大生的鞋子 那尋監視器呢 在高雄的阿聯呢 這個凶嫌的住處啊 就是將凶嫌把她逮捕啊 那凶嫌第一時間呢 其實她是辯稱啊 說這個中性女大生是被她嚇跑了 那警方持續追問啊 那梁 梁嫌才耐不住訓問啊 才鬆口說我已經將這個被害人熱逼 然後帶著警方到氣勢地點去找到女大生遺體 那警方調查這個梁嫌其實蠻狡猾的 他載著被害人的遺體呢 在高雄跟這個台南呢 兩地不斷的繞行 最後選擇呢 在因為地緣的關係的選擇 在高雄大岡山的山區棄屍 那梁嫌在承認殺人後 第一次的公辭呢 他確實是 他說他確實意圖不軌 但是沒有得逞 那殺人不是本意 他是失守誤殺 那直到10月31號 他才承認他是先信心後殺人 最後將 並將被害人的財務 收掛一空 甚至他沒錢加油 還拿被害人的手機 去抵這個800塊的這個加油錢 對 沒錯 然後在9月 其實早在9月30號的時候 也就是這個馬吉女大生 被害的約莫差不多一個月前 就有同校的女學生呢 就是向這個警方說 自己在這個便道就顯些被授 而當時的這個下手的兇嫌呢 就是這名良嫌 那這件事情卻被台灣警方 忽視 那他這個女學生 這個陳姓女學生控訴 他就是上一位差點被抓走的女生 而且透露在案發的當晚 就是他還描述出良嫌 這個身上是有煙味 然後一個略胖的男子 從他背後捂住這個口鼻呢 然後企圖呢要傷害他 那女大生子就發出尖叫 那這個良嫌當然是嚇到了 他也擔心這個尖叫被其他人聽到 然後他會被發現 然後就急忙了就跑上車溜了 那事後呢這個女大生 其實有在這個房東的女兒的陪同之下 去向這個警方報案 但是呢警方竟然是說 這個經查女大學生 10月29號並未至派出所報案 亦未向學校通報 還說這個因為變道昏暗 女大生無法指認嫌疑人 也不願意報案 所以警方認為他是惡作劇 那直到女大生呢 他在社群軟體呢 秀出自己的所有的這個處理程序 一些通話記錄的過程之後呢 警方才改口承認說 有人報案只是沒有完成報案手續 那外界就質疑了 那如果當時這件事情 積極偵辦的話 是不是就不會再發生 就不會發生後來這件悲劇 我相信不會發生 如果警方積極辦案不會發生 因為歹毒會害怕 那我請教一下高刑警 為什麼說這個 因為有人講警方施案 那麼也說報 或者是整個報案的程序有瑕疵 那我們可不可以先請教 我們如果去報案的話 要有什麼樣的完整的程序 其實跟各位報告 所有的案件發生 不管是刑事案件 還是一些我們的民事糾紛 你只要到警察局 到警察局之後 不論你的身份 不論你的案件大與小 你把你的案件陳述之後 在警察局當地必須要開給你三連單 三連單就是有三 第一個是淺藍色的 一個是黃色的 就是要給那個48小時之內 要給分局的情務中心 趕快輸入案件發生的過程 為什麼要三連 三連就是因為報案單 我們以前只有報案之後一份而已 一次兩份 一張給被害人 一張給警察局 派出所或者警察局存體 那後來因為想說 在匯賓羅森門 你說你有給我 我說你沒給我 那這個案子 你到底有沒有送到你們的情務指揮中心 上面去登陸 不知道 那後來才進一步 弄成三連單 三連單我們講就是說 第一個 它黃色的單子 一連給誰 一連就是第一個黃色的它就是 在報完人 報完之後 兩天內48小時之內 一定務必要送到情務指揮中心裡面的 電腦資訊室 登陸 整個案件的流程發生過程 第二個 淺藍色那張 縣市的 縣市的情務指揮中心 縣市的情務指揮中心 對 然後不管你的案件大與小 包括我家的小狗去跟胖 跟胖跟胖 鳥跟撩的東西 那都要開報案三連單 所以不管你的身份 是外國人還是本國人 還是所有的一個案件的大與小 不管先三連單取得之後 第二個 我們講說淺藍色的那張是給報案人 報案人就是說 怎麼有拿到這個 我報案的三連單 你警察開給我 應該是收據 所以被性侵畏水那個 照理說應該有一個 一定會有 藍色的那個單子 藍色的單子 那第三點就是白色的單子 你警察局受理報案的這個單位 他自己存體用的 所以三方都會有這張單子的時候 你這個案子就跑不掉了 你以前 古早時代 可能一試兩份 你說我給你 你說我沒有給你 變回來回去了 所以這種就是 已經建立一個正式的案子 九月三十二那個學生 女學生他被汙子 口鼻那個 這個兇嫌已經當時 已經有做這個行為 那我不曉得警察機關 為什麼會有一句惡作劇 這三個字跑出來 不管我剛剛一開始有講 不管你的案件大與小 或者是你是本國人 這是刺案嗎 馬律師 這百分之百的是刺案 因為警方在刺案的邏輯上面 他會有一種粉飾太平的現象 他會認為 我的詳句沒有事喔 這是二作劇 但是你要想 這個是妨礙自由的未遂 至少你不要講到性侵 因為還沒有發生那種性侵的動作 那個捂住口鼻 那個就是妨礙自由的行為 已經著手了 那你可以做很多事 那通常警察是因為 基層員警在辦這種案件 除非有績效的啦 像這種沒有辦法 馬上抓到人的 然後呢發現 你也不怎麼樣啊 這個基層員警會 你身體也沒有受到損害 然後錢也沒有掉 所以他們處理的心態就會比較 後後來代 馬律師我再請教 你有女兒嗎 有女兒 假定今天的你的女兒 在某一個偏僻的地方 來跟爸爸說 我今天被一個人 從後面把我演出口鼻 然後要把你拖走 你覺得這個事情重不重大 重大 我一定會陪他去 重大吧 我一定會陪他去報案 重大吧 一定的 這不只是妨礙自由而已 沒錯 這一定是有目的 而且你要看到 他現在 他之前那個案子 發生這個案子 他是用手跟口 第二段進化了 繩子啦 因為一開始失敗了嘛 我下次我要精進我的作為嘛 對 我的想法就是什麼 這個事情如果 警察有將心比心 事情就不一樣了 警察有沒有女兒 如果你覺得你的女兒 受到這樣的待遇 你會不會很認真 就是這樣而已 至少要貼一個色狼出沒啊 在附近啊 至少要這樣子吧 好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那我再請教高雄 就是我們一般老實說 我們可能一般的八千 都有可能去報案 對 不管什麼案 對 那報案我們要怎麼 預防警方吃案 現在就是很多老百姓 報了案之後 再回覆再打電話去警察局之後 有的警察會說 現在案件正半鐘 就跟你說正常不公開 可是這樣子你不對啊 我是報案人啊 你現在進度到什麼 你要告訴我啊 但是很多他事實上 在派出所警察局之後 我們怎麼知道 他有報到情務指揮中心 我們怎麼知道他有在進展 這個就是說 我們手上有一張三連單嘛 我們就是收據嘛 那種收據上面 會有我們那個情務指揮中心 情務指揮中心電話 還有我們受理報案的機關電話嘛 那你兩邊電話都要打去查詢 對 正半鐘他是 大哥你現在是跟我講說 他有沒有登錄嘛 登錄就是在情務指揮中心 登錄這個案件 他有個號碼嘛 這個號碼如果有登錄 你打去他查就知道 這個案子沒有被你吃掉了 就是已經有承案了 承案他送到地險署 或者是在徐治在正半鐘 他不會跟你講 但是他會進度到一個進度的時候 比如說偵辦到你講的那個嫌疑犯 會通知你來指認 或找到你疑似的東西 通知你來認領 他會有這個進度在 所以你自己平常的時候 像重大案件還是普通案件 不管是重大還是普通 剛剛鄭大哥你講的這個 三連丹我是說不好意思 因為大家同事我們拿下來 那要叫我說 沒有啦 我們為了八歲 我們為了八歲 我們不能講說 因為是同人的關係 我現在說 這個是標準的不對 不可以這樣做 我的作法是這樣 其實三連丹在二十幾年前 是我提出來要去改革 因為那個時候吃案吃滿多的 所以為了一個 多了一份單子 將來要通報按照案情通報到刑事局 將來可以查考 是這個原因 但是後來 慢慢慢慢也有一些變形化的做法 甚至我也發現有些三連丹 有兩本三連丹 一本是不通報的 一本是通報的 我也發現過這次信息 身為一個律師 我也幹過警察 我也相信我們基層員警 有一些公務員的推諉的形式 所以遇到這種案件報案 第一現場去報案以後 我如果我會提醒 我是去這邊宣導 如果各位有能力的話 也把你的被害的過程 稍微減速一下 然後把你減速的過程 送到地檢署去 然後順便註記說 我在哪裡報過案 地檢署收到公文以後 會發給他 只要這個地檢署發公文下去 絕對不可能吃案 他有一個控管 這個是最好的方法 你知道我們台灣 我跟你講你不要盡信 所謂的政府機關 這個系統有時候出問題 會危及你的生命安全 我問你 如果你看到這個人 你就會覺得 哇 這個人也很好生做 看起來這樣 怎麼說 吊在吊在那 但是他怎麼會犯案 所以人不可貌相 那我現在就告訴大家 政府機關這個規定 那個規定 其實是很衝突的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這個王醫師 他28歲 他過去透過六次的女用內褲 然後呢這個有被逮過 那為什麼他 第一個先講 他為什麼會去偷女用內褲 他的內心是什麼 基本上是這樣子 本來女性內褲 女性的貼身衣物 他就已經具有 又引發那種性欲望的 這樣子的特質 不然的話為什麼 日本那種AV女優 要去賣那種內褲 而且特別還要強調說 是穿過的這樣子 那本來他就有這種 誘發性欲這種特質 只是說 這個當事人 他的那個行為模式 看起來跟我們一般人 在處理性欲的那種 適應方式不太相同 現在是一個科技很發達的 那種世界 有一個便宜的手機 去一個有免費上網的地方 其實你可以下載 或者是去接觸到 一大堆那種裸體的照片 甚至是那種 盜版的那種影音 他其實都可以 可是當事人他卻去選擇 有一種去偷竊別人內褲的方式 來去達到那種性欲上面的滿足 其實這可能背後的原因非常多 我們也沒有跟那個當事人見過面 只是說 我們以前處理過很多這種偷竊這種行為 他的背後 多少也合併著一些那種偷竊的那種快感 偷竊的快感 對 我們今天有種疾病叫做偷竊癖 他的重點不是偷竊 重點是你要去偷東西之前 整個人會非常緊繃 非常地亢奮 那當你偷成功之後 整個那種亢奮的感覺 整個疏解下來 那個其實跟那種射精的感覺 其實很像 也就是說他在追求性欲的同時 他也同時合併著犯罪的行為 那有很高的機會 這種行為背後呢 他其實追求的是那種很強大的刺激 跟那種強大的刺激 達成他犯罪行為之後那種解放的感覺 那這種東西 這種案例其實不少 那他怎麼形成那樣的內心 其實有很多這一類的人 就像是我們在照片上看起來 看起來是勾毅勾毅 大多數這一類 處兵都 記者跟處兵問說 這個人是誰 有的很勾毅 可是國會在去研究這一類 序列殺人犯 或者是那種涉獄殺人犯的時候 他們其實大多數都是社交隔離 跟這個社會格格不入 講白點就是那種社會邊緣人 也就是說他們大部分多少都有一些些 社會適應不是那麼良好的狀態 那這種社會適應不是那麼良好的狀態的話呢 也往往使得他們沒有辦法用一些比較健康 而且一般人能夠接受這個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 來去發洩他們的欲望 那其實 那跟社會相處不那麼 你剛剛講適應不那麼良好 對 那是跟從小有關嗎 不見得 其實這個東西不能完全 只是單純歸罪在某一個單一的因素 包括先天的生理因素 還有事後的教養當然會有點關係 可是跟他後來在成長過程中 整個社會他的運氣好或不好 所以運氣好或不好是 他能不能遇到一群可以幫忙他 他跟他一起讓他有比較好的身心健康發展的那樣子的環境 其實也有很大的關係 這是一種病嗎 這 你不能一開始就說他是一種病 因為我們不在這個精神疾病的分類診斷裡面 不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他不是有那種類似什麼性侵殺人的那種疾病 不是有這樣子的分類 那基本上就像是最近媒體有在特別在報導 比如說像是我看過那個媒體有在訪問那種 中正大學的鄭瑞隆教授 他有特別提到說 那我們在司法上面 你不太能夠幫他 就是這種偷內褲的行為 不應該把它當作一般的切稻犯來做處理 那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這也凸顯了 我覺得他沒有說出來的話是 其實我們現在那種矯正體系 對於這些罪犯的分類非常的不細緻 舉個例子來說吧 你偷錢的或者是偷便當拿來塞到肚子裡面吃的 跟偷內褲的 在判決上面 也許就只是刑度財務的價值上面的差異 可是我們直覺上來講就會知道說 這三類人應該不太一樣吧 跑去偷人家錢的 跟那個跑去偷便當來裹付的 跟跑去偷內褲的 他那個背後的行為動機 他的社會背景 跟他將來要去復歸社會 因為除非中華民國是六法全書唯一死刑 不然這些人總是要復歸社會 可是我們在後面的矯正系統裡面 有沒有根據犯罪防治的原理 去做他們的行為分析 做他們的社會分析 並且去矯正它 那如果這些東西你都沒有做到的話 只是關完了就放出去 那這種悲劇就會不斷的發生 我們試想一種狀況嘛 當初如果我們在偷竊這個行為裡面 做更詳細的分類 把這些只是因為餓到不得已去偷便當的弄成一類 這種不把人家的錢到處亂花錢去賭博的這些人 又分成一類 舉例來說 跟這些為了信譽去偷人家內褲子 再把它分成一類 分別去做不同的處置 甚至是做之後出間的那種適應 社會適應跟追蹤的話呢 實際上這樣子的案件 不要說是只有這個案件 其實對整個社會治安來說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我們的國家的那種矯正體系 我覺得法務部在這幾方面 其實都沒什麼太大的作為 那這是我們國家一種非常可惜的 應該要精進的地方 OK 這個梁賢他被捕以後 他多次說辭反覆 他起初否認說他有性侵殺人 直到法醫拿出檢驗報告 說他的下體有受傷 被害者下體有受傷 那他才不得不承認犯行 說他在半施十九個小時以後 在高雄的阿聯山區 因為住在阿聯 在阿聯山區棄屍 那高醫師你覺得 這個人會說不可惜嗎 他都說不可惜 一開始就說他是不小心用死 哪有可能不小心 這十幾個月 他就說這個我就知道他說不可惜了 他買同軍生的時候 就是沒有死了 他搶這個分析 一般來說這個年輕人 你二十幾歲你把他吹分析之後 你如果要繼續把他吹 他會再刷起來 所以表示他是熱到完全死亡 這個就有殺意在 這跟一般的不一樣 你要把他搶跟用分析 要把他搶 這是一個目的而已 你不是要死嗎 不知道怎麼要死 我不知道 但是他吹到完全死亡 這就有殺人意圖 所以他說他現在就三點 第一點他最會用過失致死 來去逃避行責 這點就很奇怪 你會知道他 孤独自食七年而已 七年以下 第二點人家說怎麼會說 傷害自食 我沒想到他去 其實不是最少 他是殺人 這本來不記得 有二十年以上 這本來十四年 十二年而已 他就在這三年在轉 所以這個人 我是不知道 他有可能關過嗎 但是問題是 他沒有關過 對 他有可能這十九點 裡面一定 你的通能治療查出來 他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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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他 他找到他 請教我 我要怎麼說 這會過關 這會不會嚴重 首先他已經去徵徵 對啊 所以我就說 他這十九點 就做什麼 他找到他問 我用事 還要怎麼處理 按照目前看新聞 的進展 是 也許勝倫兄可以補充 就是說 他 勒他的時候 他其實並沒有死掉 並沒有死掉 那很可能是 在沒有死掉 他醒過來之後 對他強姦 之後再把他勒死 這個再請教 等一下請教馬律師 這個刑度會有多重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 好那麼我想請教一下馬律師 你看因為這個死者的媽媽 非常的傷痛來到台灣 然後他希望這個嫌犯 應該受到絞刑 馬來西亞可能有絞刑 這樣子 那麼馬來西亞的媒體 也大篇幅的報導這件事情 而且他們的網友對台灣 非常的憤怒 那麼也對台灣的治安 留下一個很壞的印象 那不過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很徹底的去 檢討這個事情 因為是我們對不起人 那我想請教一下 他會判死刑嗎 原則是假設 假設是殺人 性侵殺人又強盜 還有拿身上衣物 正常來講的話 他的本性最低就是無期跟死刑 兩種 那如果 讀高醫師講的 如果他是單純殺完人以後 再去監視的話 很可能會有一個十年以上的行度 就是三砍 現在目前來說 如果是強盜殺人再強姦 那就是兩砍 就是無期毒刑跟死刑 可是以國內 尤其是這個人 我想沒有前科 是沒有重大前科 那個偷那個內衣庫是 對我們來講 他不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前科 所以而且只有一條人命 以目前的司法體系來說 我認為無期的機率比較高 要直接判死刑 我覺得法官在 會審酌很多的其他的抗辯事由 來去在死刑上面做考量 譬如說就像高大醫師講說 我當初是沒有殺他 他一直刺激我刺激我 這個死無對證的東西 就是法律上面 到底是不是用這個 方式去抗辯 甚至他可能以後的律師 會用精神狀況 對 有問題去抗辯 那所以在死刑上面 在考量上面 我認為我比較保留 這個案件 所以判死刑的可能性比較小 我認為無期的機率最高 那無期可以假釋嗎 目前要30年 要30年 無期徒刑就是要關30年 對 目前要30年 但是可以假釋嗎 可以 是可以 到時候是可以假釋的 多少的時候可以假釋 應該是目前來講 目前不是一半的 現在都要關至少20年以上吧 18年就出來 18年 15 18就可以出來 所以如果他 因為他兇嫌今年28 如果關個15年 43 43歲就可以出來 如果關18年 就46歲就可以出來 這是有可能的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以前我們常常那個 廢死聯盟就希望 有一種無期徒刑 是不用不得假釋的 終身監禁沒假釋的這種 這種替代死刑的方案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 也不是不好的方案 但是有人去提倡這樣子 但是我就像我剛剛 王醫師剛剛提到的 所以他如果是死後監 反而比較清罪 對 他有一個10年以上的門檻 他可以調到那個門檻 對 可是他是生前監 因為他沒有把他勒斃 他醒來了 他再強暴他 然後再把他勒斃 那就是標準的性侵殺人 那就是只有兩種 死刑跟無期徒刑 就是這兩個選擇而已 除非有另外一個刑事 跟被害人家屬和解 法官會用因為和解 所以再輕一點的方式去處理 如果剛剛大哥 你問我 心不希望他判死刑 我雙手雙腳 需要趕快判死刑 雙手雙腳 我手腳腳 支持死刑 一定要執行 你不是只要死刑 判了之後不執行 放在一半內 養到老 第一個要判死刑 第二個要執行 一定要執行 你要還給被害家屬的一個公道 然後有說你抬襲 不要說殺人償命 但是你現在一個制度 這個人第一個跟你不認識 無心無心 你沒有無冤無仇 然後說你真的有情財仇 這三樣 那你是有糾紛 這個是跟你完全沒有糾紛 你是跟鄭傑那個要隨機殺人的 你準備這個勒緊工具 就是要殺人工具 然後有說要給你勒紛 勒紛你就用油啊 沒有藥底 為什麼要用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準備好 被你勒住那個人 就是一定不會逃 你不會從你手上把它放走 對 剛剛我們講說這個女生 無無言無仇 這句話很重要 很重要啊 你這種 我們台灣的 真的這個司法制度 我是覺得真的很必要 這些立法大哥他們 來做一個修正 我們這個台灣有死刑的一個判刑在 那你為什麼很多人都不願去判這個死刑 定念了之後 為什麼很多人不願去執行 很奇怪啊 我們這些很多善良老百姓 我也是退休的一個警察而已 我也沒有能力去說 把這個人歹徒抓到之後 我們看起來表面是破案了啦 私底下後面的 你又把它說 發脾發發的又跑掉了 這個對我們給這些被害家屬 我是一個很難交代的 我是真的很希望說 我們台灣的一些刑責 我個人 個人不代表其他人 我個人 絕對支持這個案子 這種案子 一定要重刑啊 我個人希望 是 盛林兄 你希望他判死刑嗎 可是 王景玉也沒死啊 就是小 小 那個也是隨機 那個也沒死 就是其實有時候這樣看 會有點灰心啊 就是像鄭大哥講的一樣 我覺得 真的 如果 大家都不想判死刑 大家都不想執行死刑的話 那沒關係 那真的台灣應該需要有一個 就是所謂的 就是您說的 終身監禁 然後把它關到 就不讓它出來 於是隔離啊 於是隔離 就是不讓它再接觸 我們的社會大眾 不讓它再有機會犯案 那 其實我們也聽到 在事務上我們聽到很多例子 有蠻多 不管是 我們講小 小蟹小道 也會再犯 那毒品也不用講 也會再犯 性侵害也會再犯 然後 那個什麼 有些是殺完出來 出來再殺 那這個我覺得 王醫師 你的看法呢 你的個人感情 哪一個部分的看法 就是你希望它死刑嗎 我不希望 為什麼 很簡單 其實我們大家 現在想要讓對方死掉的 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期待 期待滿足我們的一個 很重要的慾望 這慾望叫做正義 對不對 可是 如果 這個世界都想要用 暴力的方式來滿足慾望的話 其實我們跟他的思考方式是一樣的 當你沒有辦法拿到你要的東西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能夠忍耐嗎 你能夠找其他方法來去替代自己嗎 沒有辦法 你就用暴力去奪取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把他殺了啊 那殺了就沒事了 可是實際上不是沒事啊 我剛才前面講過了 我們的刑事司法體系 有這麼多需要投入這麼多資源的地方 我們都一直在殺人 殺完就覺得就沒事了 這不是我們大家最常出現的一種現象嗎 那很多時候這種暴力的手段 最後只是會讓我們沒有辦法再進步而已 大家認為這樣沒有警惕啊 真的這樣子能警惕嗎 如果是這樣的的話 那每一個家暴的孩子 都是全世界最乖的孩子囉 每個家暴漢的小孩子 都是全世界最乖最棒的小孩子 我覺得不是這樣耶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全世界有死型的國家 像那種阿拉伯國家 抽漏的東西要剁手的 他們的治安應該會是最好的囉 為什麼會是那種 就像律師講的 瑞典他們的那種監獄那麼好 比我們公辦數字還好 可是他們的治安又那麼好 所以有很多時候 怎麼樣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它那個關鍵 不是我們自己直覺上所想的那樣 當然在現在這個時候講這種話 其實蠻逆風的 可是我真的希望 我是真心相信說 我們只想用殺人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它不會 它可以讓我們覺得比較爽 這點沒有問題 其實殺完了 我們大家都很爽 可是它要讓我們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我覺得不太可能 那為什麼社會上八成的人 反對廢除死心 社會上八成的人也會信教 也會拜上帝也會拜佛祖 雖然以我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那根本就沒有用 真的 我是覺得很簡單的 我插個話 我說最簡單其實 你要用什麼方式 還給被害人一個公道 所以你就不贊成王醫師這樣講 不是 你要想到被害人的角度 因為我們是在第一線 被害人的公道我可以想兩個 第一個 等一下說好不好 先休息一間廣告 好 這個馬醫師要補充 我是建議這樣 如果我們今天要 把這個加害人殺死 完全是兩個目的 第一個不要再犯 那這個是不是有發生 沒有 你看從以前到現在 有死心到現在還是在犯 還是有殺人罪 還是有強制殺人 第二個是 讓被害人的家屬 得到一個正義的伸張 這一點我沒有意見 但是怎麼樣讓被害人家屬爽 我其實有更多的方法 我們可以自訂一條法令去 讓被害人家屬臨這個人 可以讓他更爽 如果站在被害人家屬爽 這件事情來講 我有很多種方式 可以請立法諸公去設計一個 讓譬如說執行死刑 或者是拿鞭子去抽這個 這個加害人 弄他爽為止 千刀萬拐 千刀萬拐 這個我都接受 如果是真的要讓他爽 我說這兩個目的 我們去評價一下 就是這樣 一個判他死刑 只要得到這兩個目的 我認為 如果要讓當事人爽的話 被害人家屬爽的話 我認為可以有更多的方式 讓他親自拿刀去殺了他 我覺得都可以 但是我只是極端的告訴各位說 我們的直覺 其實是這兩件事情 當你要分析下去 你就發現 好像當事人的家屬爽一下子 就不再爽 或者是過幾天又發生殺人罪 我理性地去探討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我們達到這兩個目的 是不是就已經結束了 然後還是我們告訴自己 這個案子結束了 從此以後我們就 頭放在那個 那個頭鳥一樣放在心裡 我們把他殺掉了 沒事的 大家都沒事的 我們可以繼續過日子 是這樣子嗎 這個案件 還有很多要檢討的部分 我有點不太一樣的看法 這個人 我們不管是死刑 還是把他無期徒刑 起碼你對被害人的交代說 這個人不要讓他出來再犯 這個人不是這個個案 不要讓他出來再犯第二項相同的案子 很多這個人關出來 假釋出來馬上就再犯了 但如果說這個人關了20年 但是他可以矯正呢 有 不是沒有 很多矯正他也可以 矯正到回歸社會證上面 對 可是很多 不是你現在當場看 剛剛大哥你說的 很多人他看起來不像一個壞人 你不能用表面來看 所以我是說 因為我們第一線接觸被害人 我很簡單 在座每一個 你說你的車子被刮壞 人家說不要賠你 你剛才撞到你要賠你什麼 我沒有錢 那怎麼辦 皮仔摸就說麻煩了 不要賠 不可能 你自己受到危害的時候 你希望把對方 討一個小公道回來 你以為他車子摸壞 你不要賠我 你今天受到身體傷害的時候 你把我打傷你 那時候賠我醫藥費 你給我抬起 給我小孩抬起 你怎麼賠 這不是用賠錢的 這是一輩子永遠 繞在心裡的那種 到這個老人 或者爸爸媽媽死 永遠都在心裡的 這是親人被殺害 這不是說 對其他的一個整體來講說 你不能有死刑 你不能把他判死 你不能把他關上去 不是這樣 你這是個個案 你這個如果你是當事人 那一個心態的時候 你不會說 我放你一馬 我為了你以後的前途 你為了我們國家做事 我放你一馬 你不會有任何這些事發生 很多被害人他希望 不是說一定要判你死刑 可是你一定要執行到 讓被害人覺得說你是公正的 好 我其實不想讓節目太多流於 其實對於死跟廢死的辯論 我只是希望這樣的意見 給大家這個討論 那麼我想再請教一下 王醫師就是說 因為良性嫌犯他犯案以後 他加油的時候 因為自己的現金不夠 所以呢 他這個因為嘎魚要被罷空 那時候他還載著 他的屍體 他就拿出這個被害女學生的手機 做抵押品 然後呢 收押以後再看守所 據說食慾很不錯 送來都吃了之後 睡也睡得正常 然後還可以跟其他人 這一個聊天 絲毫看不出來 說他有愧疚之意 那我想請教這個 再請教王醫師 先問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他會從一個偷內褲的 這個人變成一個會殺人的人 性侵殺人的人 沒有跟當事人詳細的去理解 這有點無法完全做很針對性的評論 但是這種行為升級這樣子的模式 不是只有在這種類似序列殺人犯 或者是涉獄殺人犯 甚至連很多的成癮行為都有 就是說你一開始成癮的時候 你先從所謂的入門的藥物開始使用 什麼大麻啦香菸啦什麼之類的 可是呢你越用就越沒有辦法滿足 所以你會不斷的把你的行為拿來升級 所以你為了追求那樣子的快感 不斷的追求更強烈更嚴重的刺激 所以當一開始偷內褲 而且沒有辦法用一些比較符合社會 接受的方法來去發洩性欲的方式 來去追求快感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整個這種 那個異常行為的一個開端了 那他先去犯法 用犯法的方式來追求快感 那隨著這樣子的過程 他發現如果自己沒有被阻止下來的話呢 他會去不斷去追求下一步行為的再升級 那就像剛才馬律師前面講的 如果假設之前那位女先生報案的 跟後來這一位犯賢 真的就是同一個人的話呢 你其實可以發現 一開始的時候 他先用手去污口臂 可是就被當事人掙脫了 因為你用手去污 如果你力氣不夠大的話 確實是蠻容易掙脫的 所以他下一步怎麼做 他準備了同軍神 用同軍神直接去勒的話呢 那對方就很難逃得掉這樣子 也就是說這種 如果自己沒有被阻擋下來 不斷地做這種犯罪升級 然後追求那種犯罪加上性欲的快感 確實是這一類那種犯罪者 一個非常要注意的一種現象 為什麼他會為了滿足一次性欲 然後要殺掉一個人 其實就是我剛才前面講的 這是一個不斷進階的過程 也許他剛開始的翻譯 不管是他被律師交的也好 他自己辯解也好 說不定他只是想要控制對方 然後達到性欲的滿足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人很容易失守 或者是人在這個過程中 單純為了性欲 很容易下手過重 當然我再替他辯解 這個東西都是可能存在的 那你也可以說 他真的是有犯意 只不過真的要演進到很後來的時候 才會用殺來代替性欲的解放 你說到那個時候通常就已經會很明顯的拿一些外在的器具去捅那種被害者的下體 甚至到最後包括肢解屍體 什麼之類的這種各式各樣變態的行為都有可能會接著出現 為什麼他沒有辦法控制性欲 這種性欲上面的控制其實我們一般人也很難控制吧 要不然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社會名人啊 本來社會很有成就的人就敗在女人的身上 其實性欲跟色欲、食欲這本來就很難控制 只是說我們一般人可以在理智功能還有的方向上去找其他方式去替代他 這也是為什麼這些色欲殺人犯常常有一個特性就是社會邊緣人 因為他本身適應能力就很差 他找不到一個更好的適應方式來去發洩他這樣的欲望 他就會走向那種我們社會所不允許的方向 包括各式各樣的暴力的行為 然後各式各樣那種偏差的行為 你覺得他們爸爸媽媽因為有人去丟雞蛋 這其實不太合理啦 就像是我前陣子在網路上面看到的一個 也是一位律師撲的文吧 他說你爸爸媽媽都沒有辦法控制 你要不要去都丟雞蛋了 他的爸爸媽媽要怎麼去控制他呢 我是覺得說這一類 覺得爸爸媽媽要去負責任這樣子的作為 是東方的文化底下很常見的一種思維模式啦 我們常常把一個人跟他的家族綁在一起 這當然有好處 他的好處是 當我們一個人有事的時候 整個家族會去支援他 我們大家會有那種整個家族 大家都一條心 大家都是血脈相連這樣的感覺 可是他的缺點是 往往一個人開始出了事情之後呢 當事人也很難學習怎麼樣為自己負責任 因為發生了什麼事情之後呢 都是爸爸媽媽用虎爸虎媽式的管教 而且管教這個人 那當事人也往往沒有因為 因為這樣子沒有辦法訓練出那種 自己用自己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自己用自己的方法來犯錯修正 然後得到行為矯正的這樣子的機會 所以很多時候在那種虎爸虎媽式的教育底下 那個小孩子 他的適應能力都不會特別的好 如果去看那些 包括什麼台大的什麼宅王殺人事件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都是那種媽寶型的小孩子 反而平常看起來乖乖的 忽然開始做一件事情之後 就是千翻地覆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的角度 不是一件很好的 我們的文化底下 應該要是思考去改進的一種教育方式 是 蕭茂馨 你檢視的過程裡面 有發現過這種類似的案件 有 臺灣這種強姦殺人在監視的大概 像我媽媽幾千間 到現在為了我做30多年 幾千間 我剛才有一間跟這間剛才倒閉 他是先去先進一個安心拍老師 我們現在老師有一個缺點 他晚上洗完澡就不穿衣服 在家裡裸奔 比如說裸奔他在家裡 整個都不穿 但是他有把房子都關起來 對 把他穿年齡床 以為沒有人知道 可是他住了那一棟年有八個 其他七個人都知道他洗完澡 是不穿衣服的 看他有落陷就對了 結果有一天就突然就被人家殺了 半夜 清潔裡面就把它殺 殺的時候 就全身把它綁起來 用一條繩子 再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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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就可以這樣綁 兩腳兩腿就對了 對 我們一般都要綁一條 腳再綁一條 一條繩子 一直拉起來 臉用膠布 這麼寬條的膠布 從那裡打開 因為他活活地被貼的時候 整個人都沒有回流 臉巴他都種起來 整個腥到天哪 就沒有去上班 就死了 他已經被性侵了 才被綁起來 沒有 對 他被綁起來 然後那個人把他性侵 就是說一日後 把臉搭起來 腳手都搭起來 就給他性侵 性侵之後就把他吹死 就跑起來了 結果他就沒上班 結果他就沒上班 他說那些老師說 人真的不來 身手都沒來 中大跟我拚去看 他那時候沒有行動電話 都家裡的電話 去他躺在門前 手躺在臉上 臉上歪歪 我去他打掃 快點叫警察官 跟發理說 就是他殺凶殺事件 結果檢查我 跟我做那個棋 就是裡面多少人 檢查說 這樣要採紙紋 因為胸前裡面有紙紋 就這樣以外的紙紋 就是胸前了 結果現在不是 大家都死了 那裡面是警察嗎 不是 裡面好像很大間 他就死在了 因為大家都在那裡看 在那裡就問沒有尋 鄰居的 不是 校外老師 安靜媽老師就說 他怎麼沒想辦法去看 那裡看四眼報警 現場被破壞了 被破壞了 我就沒辦法處理了 我跟我想在講 對 這個很重要 那個喇叭手會按這個 它是那個喇叭手 你會按中間那個 這個案情等一下我們繼續請教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高屎 來 讓我們先進去 我們開始了 我們開始了 好 我們先進去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先進去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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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呢 我就是想說喇叭手 只能有齊列喇叭手那顆的人 一定是這個房子的人 跟小偷 或是這個胸前 在那裡採 還真的採了半媒指紋 後來又說他的降噴多少 看他當時死 結果他降噴是二十六度 那時候四分都要二十四度 我們一點前降一度 九點前四的 半個四點 就開始去查旁邊的人 看到一個有起來 剛才有一個三點起來 他在打電話 電話有記載時間 檢察官說 一定這個 該法採陰道分泌 採到精液 有DNA 叫人來比對 本來想抓到一定理會 不是 警察就是說 不好意思 人家拍得那麼好 這個人會不會是童子晶 有收購童子晶信念的人 對 我就說這也會可以 但是最主要現在就是有指紋 有DNA 但是沒有對象 就拜託風假以附近的 他說說 如果一禮拜來 我們知道這種小頭管不住的 絕對不能管一個禮拜的 一定會出事情 所以我們等一禮拜 就有信心的可能性 都抓到做DNA比對 第二天就對了 他怎麼會 遭到新進一個恐龍妹 他不知道怎麼打開 就用A來 帶他打 抓去經濟局 抓去那個所長就是說 這個要做DNA比對 另外警察說沒有啦 這個是傷害案件 怎麼要不是新進案件 做的就是他啦 你知道這個人是什麼嗎 就是這個住在那個 他擺明起來電腦的那個 那個表哥啦 喔 那個表哥只會找他 他跟他說我們價票是多少 都沒穿三塊 他說擺明四點 我頭要去看 他剛才沒搜 那女生沒搜 可能不去搜 我們不去擠 喇叭 剛才進去 看他在那裡 用膠布打了 然後用這個手就把它打起來 就把它強姦了嘛 我們就猛了 第一點我們做DNA比對的時候 那時候DNA做得不太好 我們DNA比對其實就知道 應該是這個 就是住在那裡的人的親戚關係 因為他幾個家都一樣 其實DNA是同樣的 我們應該考慮到是他的親戚 不要考慮他本人 說不是本人 但是可能是親戚嘛 第二點就是說 要抓到這個人 他做什麼 他在屠胎場做臺體 所以他就說了 他就說了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聖文兄 這個學校啊 後來學務長也辭職了 校方的安全中心主任也辭職了 為什麼他們兩個需要辭職 因為都講了是安全中心主任 而且我覺得 他這個長榮大學的部分 我覺得他們不知道 是不是危機處理不好 還是怎麼樣 他們一直讓人家感覺上 有那種推違卸責的感覺 所以當然 當然學務長跟校安主任要辭職 對啊 下台也是負責嘛 可是我覺得這麼多 因為死者的媽媽一直質疑說 9月30號已經有一個女生 被污住口鼻了 然後他有跟校方說 然後他去警察罷案 好像類似被吃案 所以這個他懷疑 為什麼發生這麼重大的事情 校方竟然沒有跟學校的學生通知 但是他好像也 他們是叫他自己要去找 就是自己去找派出所報案 那我覺得 不是 就是對 派出所要報案之外 你應該要跟所有的 全校的學生說嘛 你說做一個公告或什麼 對啊 然後公告之外 你還要趕快去通知 轄區的警察局嘛 說你要加強巡邏嘛 或者提醒學生說要結伴而行嘛 把不亮的燈趕快把它弄亮嘛 我想怎麼說這個事情重要 警察那裡如果處理不好 比較快要重視這個案子 對不對 下區可疑分子或者是加強巡邏 然後通知台南市把那個路燈弄亮 因為那個歹徒有說 說因為那個路段很黑暗 所以他會容易埋伏 所以他已經在那邊埋伏三次了 那如果你那邊路燈是很亮的 第一個他比較不敢嘛 當然 對不對 他如果看見警察在這裡 誇來誇去他敢講 見警律了 對不對 見警律了 對不對 再來 學校如果去通知學生說 接下來請教官加強巡邏 再來是同學要結伴而行 再來通知台南市把燈弄亮 這件事情我覺得都不會發生啦 會防止起來 對不對 這個系統也判去 警察那些系統也判去 所以歸人分局的分局長要下台 所以學校的學務長跟校安主任要辭職 對不對 可是就是因為有太多的環節出錯 問你那時候哪個燈都不會到 黃路燈我看他這兩天的報導是說 有被偷了什麼電線 我說這個都是推脫之詞 路燈現在LED真的很方便 那邊要說你不會管說 兩整不亮三整不亮 你就把它弄亮就好了 你要計較兩整三整看 他說弄亮就有人去偷電線 對啦 我的意思說 現在 偷了電線拿去賣 這個就是變成一個巡邏的問題了 還有監視系統的問題 因為全台灣今天這次發生了這個不幸的案子 全台灣有多少路段是像這樣的 你被發現的 那全台灣這些路段是誰管的 你自己的里裡面的 你的里長是不是要去巡一下看一下 你自己裡面的 你基層的一個里長裡面 你是不是在你霞區裡面 是不是要照明要弄得好 這個都是要跟市政府做配合 整個六都 六都都這樣 你看其他鄉下花蓮 屏東 台東那個怎麼辦 因為屏東 台東 花蓮都還是有大學 我的女兒 現在我小女兒還是在念大學 她剛入大學門而已 她看到這個新聞她會害怕 因為我們做家長的做爸爸的 我也覺得說我的女兒住在學校 我女兒也是住宿 我女兒住宿 我們也會怕 看這個案子我也是很害怕 只是我們講說要怎麼防止 不是我們一個人的力量 這真的是整個國家 整個社會 整個政府 要怎麼做一個完善的 來做一個整體來怎麼樣改善 你知道事情發生了嗎 那些路上全都都都都 對啊 一定的 全量 整條路全量 這也不怕偷 就不怕偷 然後警車就來巡弱 所以做得夠 做得夠 但是平常就是沒有辦法 你看有多嚴重 不過我想請教一下王醫師 因為死者中性同學的媽媽 說她想跟兇嫌見面 了解女兒死前最後的一刻 到底是如何 為什麼會有這種心情 我們在遇到重大失落的時候 其實情感上跟認知上面 會有一個很強烈的失調跟衝突 我們在認知上面第一個會出現的往往就是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為什麼要把她送到這個國家來 為什麼是我的女兒 為什麼這件事情要發生在我身上 我們人會想要找到一個答案 所以在這樣子的前提底下 會出現一個我想要跟這個人對質 我想要問問她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這樣子的衝動 可是憑良心講 這樣子結果一定不會太好 因為當然也許報導只是很片面 或者是很片段 如果真的就像大多數的報導上面所寫的 所講的或者像鄭教哥講的 這個當事人在被關之後 然後也是很好 也睡得很好 然後依附完全不在乎的樣子 有可能這一類人 他在情感上面 他的那種情感功能就不是很好 什麼叫情感功能不是很好 就有點像是那種 他本來就無寶無禁 或者是那種不太能夠表達出適當的同理心 或者是他也沒有辦法表達出適當的後悔的那種感覺 特別是如果他的社會事情又很差 講白一點 IQ又很低的時候 他不像那種高IQ的反社會的犯罪者 他至少還能夠裝一副 我很後悔的樣子的一看 他搞不好裝都不會裝 這個時候你當事人家長看到就只是一個無寶無禁 然後有點看起來有點像是冷血的人 那這樣的反應其實對於當事人的家長來說 其實會是更大的傷害 所以在純粹為了當事人家長的那種 那種心情的貧富的狀況之下 我不會覺得讓他們直接見面會是一個好的選項 但是當事人一定會很想這樣做 那就像是剛才各位也說過的 當事人一定會很想要殺了他千刀萬刮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這樣做到底是不是真的對身心健康有幫助 照我過去所學到的東西來看 是頗有疑問的 假定今天沒有破案 人被殺了 但是兇嫌跑掉了 不知道是誰做的 那會不會再犯案 以他不斷升級的這樣子的模式來看 我覺得他再犯案的機會很高 很高 對啊 直到破案為止 是 直到他被阻擋為止 好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好 那麼這個高刑警這邊也有一件曾經轟動台灣的連續性情案 這件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件我剛才的中三分局服務 民國76年的12月底 在我們那時候我們在巡邏的時候 突然隔一天我們看到報紙一個斗大的消息 在金華街 金華國中那邊 有一個裸師 一名 學生很多 上課看到一個全身刺頭的屍體 女孩子 那時候還叫金華女眾的時候 那學生好幾百個都在那圍欄上面看到的 那時候警察到現場去處理那種命案的現場 沒有 現在很快就圍起來 所以耽擱了一段時間 那個屍體 第一個 現在沒有手機啊 沒有呼叫器啊 身上完全沒有任何證件啊 怎麼辦 然後一個裸師 過了一個月之後 又兩件在我們轄區裡面 德惠街中生區的轄區裡面又兩件 又是裸師 對 那時候就不得了 這全台灣第一件 裸師都女生 都女生 通通都是女生 那全台灣那時候就造成很人心惶惶啊 那剛好我們轄區裡面 有一個酒店上班的 酒店的一個幹部 他說我那天幫我一個酒店的女孩子 叫車回去 為什麼一個禮拜都沒回來上班 好幾次天都沒回來上班 現在有手機打的就好啊 那時候沒有啊 那就把這個訊息丟給我 那時候我們分局一個叫葉海瑞 丟給他之後 哇 他有掌握到一個車號 那這個車號當時我們 整個全部都沒有對外公開 那這個車號之後我們 警察知道了 我們就 每天上班出去 有說這車號看到 穿起拿著牽著牽著牽著 他還打 自己還會講說沒有那麼簡單啊 這查到的大海道陣嘛 那我們裡面有兩個學長 一個是葉信強 一個叫林正道 他們很認真 在查訪的時候 查訪到那個車號剛好在 那個北平東路 他剛好就給他找到了 找到之後他趕快回報 回報 整個分局裡面的 刑事 主單位裡面的學長他們 在他們埋伏 埋伏到之後 一個個子不高 很魁梧 逮到那個人 叫張正義 逮到張正義的時候 一開始他不承認 結果他身上一搜出來 身上50塊 他那部車裡面搜出來 有一把螺絲曲子 一把劍刀 一個跟這一次的 辦的那個繩子 一模一樣綁了兩個結的繩子 我們警方都知道 跑不掉就是你了 後來 那是輸你了 挑車嗎 他是因為以前的計程車 沒有那麼多管 管制的那麼好 以前的車子是你自己去做一台車 沒有一個上面出租 蓋梯有沒有 蓋梯就是出租了 這樣喔 顏色沒有統一 沒有顏色的統一 所以這個嫌犯 他是 他的爸爸是計程車司機 他就偷了他爸爸的一面車牌 他自己去做一台車 或做一台轎車 去買了一個出租的那個牌子 貼上去 所以他每一個載的這些女生 被他殺害的這些女生 全部都是在八大行業裡面上班的 這個女生孩子說 很可憐 半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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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是 這麼辛苦再賺錢 上了他的計程車之後 他一樣喔 就是隨機的喔 只要這個女生一上車 開了沒多久 因為那個時候監視系統是沒有 零啦 沒有監視系統的 開了沒多久 他就說我的車 我的車子後面有點問題 停在馬路旁邊 手就把旗子或者尖刀拿著 後面門打開 尖刀就抵住那個女生 繩索拿起來套 先勒死 勒死之後再性侵 性侵完之後 全身赤裸了 把手錶 戒指全部都 起劫 起劫一空之後 就隨地把它丟到馬路邊 就把它擋到 一件 兩件 三件 總共六件 六件 我跟你講 第七件還沒發生的時候 那天在維納市五廳 埋伏到這個兇嫌的時候 身上剩五十塊 也說是你們今天抓到我 不然我晚上我準備再去犯案 所以這一些就是剛剛王醫師講的 他有再犯的可能 他六件 所以這個案子造成我們當時全台北市 甚至全台灣省 在夜間出門的都會怕 先生都 我先送你來工作點 我來去公室跟你接 很擔心很害怕 所以那時候我才二十幾歲 我聽到這個案子 我們覺得很不可思議 那當然這個張信 張正義 很快 速審速決那個時候很快 不到好像不到一個月 就牆壁掉了 所以沒有帶母 沒有帶母 他是為了劫財還是因為性需求 他是性需求 又劫財 所以他是強盜殺人性侵害 好可怕 六個 六件 都是 都是 不是 同一個手法 六個都是晚上在上班的女生 全部都是晚上上班的女生 好 那麼有一個網紅叫廣告小妹 他有分享 他在九零年代美國曾經發生 七個女大學生相繼被性侵害的 殺害的案件 那兇手呢最終是被判死刑 在二零一四年執行了死刑 可是呢這個廣告小妹啊 當時她出於好奇 寄了十二封信給這個連續性侵的殺人魔 在最後一封回信裡面 這個殺人魔自白寫說 我克制不住我的邪念 假如我沒有被抓 我還是會繼續犯案的 第一次的經驗太美好 之後的每一次 我都在尋找 第一次那個美好經驗的那一份感覺 因此她認為 這廣告小妹認為 有些人就像食人魚 無論是死刑還是鞭刑 都沒有辦法阻止她殺人 所以這個王醫師 這個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道理 類似序列殺人犯的這樣子 涉獄殺人犯這樣子的模式 那倒是說 當事人所講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實話 其實有點難說 因為在美國這樣子的序列殺人犯 他們其實在建議裡面 常常會遇到一大堆的粉絲 甚至會有那種 粉絲 是啊 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 美國的女生會有一群人 對於這些人奇怪的會有奇怪的崇拜 甚至還有那種寫信規律說 我要為你生小孩啦 什麼之類的 這樣東西其實在例如上很多 那當事人在那樣子的情形之下 到底能不能真的講實話 這其實是不無疑問啦 不過但是他們FBI 在做很多那種犯罪行為 撲毀的時候是有很多的紀錄 當事人都會講出這一句 我沒有辦法控制我自己 可是到底這個 我沒有辦法控制我自己 有多少成分是推脫之詞 其實也是很有疑問的 比如說像前陣子那個 韓國不是有一個什麼 N號房的事件嗎 那個學歷很高的人出來的時候 被逮捕的時候第一句話就是 我感謝大家拯救了我 好像那一副 他自己也撐不下去 是好像一副那種 你們阻擋了我的話 我如果不來阻擋我的話呢 那我就會繼續弄下去 好像搞的這種東西 全都是自己沒有辦法控制一樣 其實很難說 也許當事人真的有這樣子的問題 不過他需要詳細的調查 而且要從他過去的行為 去判斷他的那種 自我控制能力 到底到什麼程度 才可以下定論 又是性侵又是殺人 為什麼那個 他會覺得那是美好 其實對於情感能力 所謂的情感能力 就是那種同理的感覺 我們看到別人在哭的時候 你也會跟著難過 可是人類真的有一部分的人 那可能是大腦的那種類似 性人和出的問題吧 像是反社會人格 或者是精神病質 他感受不到別人的痛苦 那當你感受不到別人的痛苦的時候 其實殺戮這一件事情 本身是有快感的 舉個例子來說吧 就像我們在打電動一樣 我們打電動之所以會那麼快樂 是因為我們知道電動裡面 那些被我們殺掉的人都是假的 對 那當你知道這些人都是假的的時候 你拿那個電動玩具的槍 去射他們的時候 你其實是很爽的 所以那些大腦情感功能 就是同理功能有問題的人 可能也是類似同樣的疾轉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底下的話 他在淋虐 虐殺的時候 他其實感受到的就是壞感 而沒有那一種 像我們一般人那種 君子怨跑足 你看到人家在哭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不忍心 那這樣子的人 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 了解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好 先休息一下 聖倫聽說你也在跑 好新聞的時候遇過一件 險些被吃案的性犯罪案 對 沒錯 今年大概就是今年三月中 那時候武漢肺炎的疫情 就是已經爆發了 那其實在台灣影響到很多行業的人們 那有一名女子呢 那她就是已經頓事經濟來源 她沒辦法 那看了一下報紙網路 就去應徵伴郵小姐 好啦 那她應徵伴郵小姐 她就依照這個聯絡的方式 然後移約到那個花蓮去見客 去到那間民宿 那這個客人呢 就跟這個小姐說 那不然我們先喝點酒 現在民宿內我們先喝點酒 那你喝酒 我就給你加錢這樣子 那她看在錢的份上 那也就是半推半就答應了嘛 那趁著酒意啊 那個男的喝酒壯的膽 那女的喝的醉醺醺醺 就趁著酒意就把她給處理起來了 對 那 就信信她了 對啦 那就給她搶下去了 那麼這個被害人 她覺得哇 怎麼會這樣 就是被處理完之後她就 哇 怎麼會這樣 那個男的還跟她說 那你沒關係 你現在民宿等我 反正我會依照約定我給你加錢 那我先出去一下處理一下事情 你等我晚上回來 我們再去花蓮哪裡逛逛逛這樣 這人一走就沒回來了 哇 那女孩子等了老半天 哇 沒回來怎麼辦 跑去花蓮找當地警方報案 這個警方就說 反正這件事情沒拍到啦 或者是說 你沒有第一時間留下一些證據啊 沒有去驗傷什麼 一大堆反正就推脫掉了 直到她找了明代 然後跟我們投訴之後 然後這個新聞見了嘛 我們有建議她說 不然你到新北市的 你找新北市的警方試試看 新北市的警方幫她受理 她不是在花蓮嗎 但我們有跟她說 有單一窗口 對 花蓮不受理你 好 沒關係 那你去新北市那種 新北市比較 就跟新北市有什麼關係 全台灣都可以 對 都可以 你還在台北市 對 台灣單一窗口轉到花蓮 因為我覺得 新北市的警局比較精實 我們就建議她去 那當然她很快很快速筆錄做了 然後三菱丹開怎麼樣弄 單一窗口就轉到花蓮了 那這是公家單位轉公家單位 她就不得不辦 對 所以我們才會建議她到新北市 那事實上我覺得其實 有些離行政中心比較遠的 比較遠的一些遠景 有時候心態會 那問你 請問什麼叫伴遊小姐 伴遊小姐就是陪吃陪喝 陪玩但是不一定陪睡 對 就看你要不要加錢 就類似這種 所以她有在賣身體 她是說她 因為人家說要加錢 然後她才喝酒 然後她沒有答應說 我要給你怎麼樣 對 陪玩陪吃陪喝 拌遊 對 這好像蠻好賺的 我是想去 對 對 像Judian的 坐台的女生是一樣的 實力危險性高 她可以做 就是她可以跟你做性交易 她可以不跟你做性交易 但是她陪酒不一定要賣身 說得好就對了 對 拌遊她不一定要賣身 雙方講好就好了 那我陪你去晚家 一天要賺多少 可以賺多少錢 萬把塊吧 算終點 他好像也是萬把塊吧 一天可以拿萬幾塊 可以啊 大家也要來拆 就如果長的 我坐你的車 再來吃好吃的 如果長的夠 那算點鐘 一小時幾塊 一個小時一千多 對 那也要有一些資色 當然也要有一些資色 好 那這個請教一下這個高醫師 你這邊也聽過一個案子 是發生在台中龍井 這個案子怎麼沒破 因為他這個交流就是很厲害 就是都躺在那個小路 人家車要過 他說那兩樣子 我們站在旁邊 站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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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親 結果這個人他下手太重 站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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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個人剛才來 就有一個人經過 他在那看 怎麼一年 在那裡 在那看的時候 南北怎麼搞 他看海 不知道怎麼路沒有 他快拆掉 拆掉了 這個有看到他 拆掉了 感覺你就是坐賊先去 對嘛 這個時候他就報告是他 他去查的時候 現場留了兩個掌紋 一個在安全帽 一個在石斗 這個石斗跟安全帽 距離二十公尺 安全帽在這裡 石斗在這裡 石斗在旁邊 石斗也有掌紋 寫掌紋 兩個都寫掌紋 你後來就要比對 一定理會要比對 說不是他 檢察官也是很 第一個掌紋不是 第二個那個精益也不是 對 後來精益也不是沒錯 這個人是他沒有他性侵 沒有他性侵 所以也沒有精益的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剛剛講不是說他把他打他 打他又信心他 沒有他打完以後發現他死了 所以就沒有 結果他比對不是他 檢察官就說 沒有關係 法醫說 這是兩個人以上打的 煮飯再逃 共犯先抓起來 所以他是共犯 對 中犯又騎紋 好好的再去到高院 我看比較厲害 看怎麼這樣 拆完不是他 黨都不是他 他這共犯 煮飯你還沒抓到 你騎紋這個不行 他只要剝火 剝火後 他們地前室就開火 結果他去就說 他現在怎麼處理 到底是不是 他有餐飲 我在那裡說 奇怪 看了很多人做的 怎麼會 看這個出來 是什麼意思 我看沒有 剛好有一個檢察官經過 他就說 你們討論什麼 你這個案件 我兩年前 也碰到完全一樣 就是打了以後 就抓去性侵 因為他也是性侵不承 雙共 共犯在那裡 所以他沒有到 援援援援援 沒有抓到他 就把他們抓出來 比對那個掌紋 一模一樣 結果他說什麼 他說他 那就被人家打分 就放在那裡 他醒來看到人家躺在那裡 他嚇到他就趕快跑 法官就說 怎麼會這樣 這不對 結果他如果看 沒有 他鞋掌紋在安全帽 石頭上面還有鞋掌紋 但是石頭 我逼去之後 有血液噴漸的痕跡 對 譬如這個石頭 你摸的時候 會去噴魚的 所以你在現場 都要破案 所以那些人沒有事 那些人沒有事 他就是賣 他說經常去摸牆衝 他還叫去摸牆衝 我以前的 這個第一次